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焦点新闻 殲-16被称为中国的炸弹卡车 言外之意是它拥有解放军战斗机中 最强的对地和对海的精确打击能力 但殲-16自服役以来 长期以制空型战机的面貌出现 承担的都是制空拦截的任务 即使偶尔进行对地攻击训练 都是以老掉牙的火箭发射槽为主 并未展示出它强悍的对地和对海打击能力 随着殲-20的大批量服役 情况开始出现变化 殲-20的优异制空能力 使得殲-20当仁不让地充当解放军制空任务的主角 射下制空作战重担的殲-16 终于可以露出了恐怖的怜牙 在8月1日央视播出的 纪念建军96年的熔媒体电视片《续梦》 殲-16堪称恐怖的对地和对海 精确打击能力终于充分展现 在视频中 解放军东部战区空军 杜凤瑞大队飞行员 李源通机组 他们驾驶的殲-16发射空地导弹 对地下的隐蔽目标进行了精确的打击 殲-16飞行员采用了手法破口 再发摧毁的战术 第一枚导弹在地下目标正上方打出破口 紧随而至的第二枚导弹 从这个破口转入目标内部后引爆 轻松地摧毁了目标 展示出穿针般的超高打击精度 是一次典型的人在回路 和航路重新规划的攻击方式 这种战术首次出现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 美国海军一架A6E艦载机 使用该战术发射两枚 斯拉姆空对地导弹 成功摧毁了巴格特郊外的一座水力发电站 据事后披露 那次攻击实际上是有玄技的成分在里面 第二枚导弹之所以能够达到穿针的精度 原因是两枚 斯拉姆末端攻击都由附近的一架A7攻击机 进行人工的操纵 并非导弹自主的攻击 斯拉姆导弹是美国在鱼叉反舰导弹基础上研制的一款空地导弹 最新型号是斯拉姆ER 最大射程由早期的110公里大幅增加到280公里 斯拉姆ER最大的特点有两个 一个是支持人在回路功能 不仅能够在飞行末端最后15公里 可以重新选择打击目标 还能够由飞行员选择攻击位置 甚至是重新选择打击目标 另一个就是拥有航路规划的能力 可以规划多达10个不同的航空点 以躲避飞行路线上的障碍物 以及敌方探测和拦截 从央视播放的视频可以看到 这一次杜凤瑞大队飞行员 李玄通机组签16发射的 正在去年珠海航展上展示的 有着中国版斯拉姆ER之称的 AFK-088C增程型空对地导弹 AFK-088C可以看作是空军现役的 KD-88H空地导弹的增强版 通过在弹体之中 中部增加一对可接弹弹役 大幅增加射程 据推测它的最大射程是不少于300公里 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型号的 防空导弹的作战半径 并且它装备适应相当好 解放军几乎所有具备对地攻击能力的战机 都能够挂在 是殲-16和殲轰-7战斗轰炸机的常备弹弱 从画面截图来看 殲-16发射的AFK-088C空地导弹 以几乎垂直的角度向下苦冲攻击 这样的大垂直角度降低了导弹的正面防空雷达反射区 即便是对方拦截 弹弱也需要做多次的大型格拦截 而高过在的凝击拦截 对防空导弹的制造要求很高 搞不好导弹自身会被十多倍的重量截断 AFK-088C的制度方式应该和KD-88H一致 采用了由中段惯性制度加商向数据链 再加末端电视或者红外成像组成的复合制度 因此同样具备人在回路和航路规划的功能 视频之中 殲-16后舱飞行员操纵第一枚导弹 在地下公事上转拢 然后操纵第二枚导弹 串增进入目标内部 然后爆炸彻底摧毁目标 21世纪的空军精确制度弹药的使用量 已经从海湾战争年代的不足15%提高到目前的80% 因为地面防空装备质量和密度 在这30多年的时间得到了大幅的提升 更主要的是防空导弹系统的作战半径 普遍提高到了200公里以上的精确拦截距离 就要求战机具备更远的防区外攻击能力 也就是在敌方远程防空系统之外 将要打击的重要木碑摧毁 大多数攻击坚固堵堵 或者地下军事设施的这类目标的空地导弹 都是采用侵切型的战斗部 也就是它们有前后两个战斗部 前面的小型战斗部 是用于炸开堵垒外面的土层 或者是水泥层 形成一个恐动 延时不到一秒 然后主的战斗部起爆 将目标是完全炸毁 AKF-088C增程型空地导弹 因为具备人在回路和航路规划的功能 使得解放军在对付敌方的坚固堵 和地下军事设施的时候 可以使用更加灵活的攻击方式 AKF-088C最早出现在去年的珠海航展上 由于定位和外观设计 是和美国的斯拉姆导弹很类似 有国外网友在推特上将AKF-088C增程型空地导弹 给作中国版的斯拉姆ER AKF-088C增程型空地导弹 最大的意义就在于解放军有多了一种攻坚的方法 众所周知 为了防御解放军的导弹 台当局在台岛中央山墨下面 建造了包括台军恒山指挥所和地下基库 在内的大量军事设施 此外 台军还大量建造了加固型的基库 对于这些加固型的军事设施 尤其是位于中央山墨的地下军事设施 解放军的确是可以使用像东风15C弹道导弹这类威力强大的转地武器进行摧毁 但是东风15C一方面成本高额 另一方面由于转地武器尺寸和重量都不小 载具限制较大 使用的灵活性受到限制 而这一次东部战区空军殲16发射的AKF-088C 通过穿真引线般的人在回路功能 轻松地摧毁地下目标 表明解放军在传统转地武器之外 又找到一个更加高效和实惠的攻坚新方法 8月3日 中国在走传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4号丙尧44运载火箭 成功发射风云3号06星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该卫星将接替载轨超级服役的风云3号施星 探测数据主要是用于天气的预报 大气化学和气候变化监测业务和研究 风云3号气象卫星在中国第二代低轨气象卫星 能够获取全球全天候三维定量多光谱的大气 地表和海表特性的参数 风云3号06星在全球成像和大气垂直探测业务观测的基础上 侧重地球表面成像观测 能够获取全球臭氧的分布 监测全球冰雪覆害、海面温度、自然灾害、生态环境 提供短期气候预测、气候变化预估 所需要的遥感讯息 提高突发事件应对的能力 提升气象防灾、减灾综合的能力 风云3号06星将与载轨的风云3号 其他卫星早网观测 实现全天候的气象监测 有效提高天气预报的精度和时效 8月1日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消息 新洲60灭火机 已于近日在西安严良成功完成平台首次是非 历时一小时零一分钟 为下一阶段研发是非 合格审定是非 及释航取证的顺利推进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洲60灭火机 是航空工业民用产品重要型号之一 作为基于正向设计的新洲60多用途飞机 灭火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并严格按照运输类飞机释航标准 研制的大中型固定翼航空消防飞机 具有投水灭火、空中通讯指挥、水灾预防监测功能 并能够承担人员运输和物资运输的应急救援任务 2021年6月中航工业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启动了新洲60灭火机研制工作 并将该项目列为精品工程全力推进 计划于今年完成释航取证 8月3日三峡集团发布消息 位于海拔5000米以上的中国海拔最高封电项目 在西藏、套美沿、截股镇成功并网发电 此次并网的单机容量3.6兆瓦风机 在目前中国超高海拔地区已投产容量最大封电机组 西藏、套美捷股风电场位于喜马拉雅山北屋的 山南市、套美沿、捷股镇 总装机72.6兆瓦 是西藏自治区首个超高海拔封电开发技术研究 和科技示范项目 也是首个并入西藏主电网的封电项目 创造了世界高原封电建设的奇迹 项目全面建成头产之后 联想网电量超过2亿千瓦时 每年可节约标准煤超过6万吨 减排二氧化碳近17.3万吨 减排二氧化楼超过20吨 大家好!石楼台已经简化了订阅流程 不用验证电邮 想付去订阅石楼台会更加方便 我们也优化了视频货放器 网速比较慢的时候也可以看得流畅些 如果有任何关于订阅或使用的问题 欢迎你们联络我们 你也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致电3181-3890 或者用画面上这个地址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是其他媒体 比较少说的中国新闻时时分析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的网站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巴士的布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 接着水 marine 海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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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